红色轮盘赌 作者 沈栋 播讲 夏秋年 第一章 上 家庭背景 从我的家庭背景来看 几乎没有理由相信我会在21世纪初发现自己处于中国经济和政治权利的结合点 我不是出生在红色贵族之家 也就是说 我不是1949年在中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精英集团领导人的后代 远非如此 我的性格似乎也不适合这个角色 我于1968年11月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家庭 家人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权后遭受迫害的人 另一类是未遭迫害的人 按照共产党的学说 我父亲一方属于黑五类之一 黑五类指地父反坏右 1949年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前 我的祖先是地主 如果你把有海外亲戚关系这层因素考虑在内 他们会受到加倍谴责 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 这些都是杰出的标志 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 经济成功和海外关系意味着你就像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 是天生的老鼠 家庭地位低下使我父亲无法上较好的学校 并让他对这个他要承受一生的社会怀有怨恨 我父亲的家人都是来自苏州的地主绅士 苏州是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小城市 因其豪华的花园和风景如画的运河 而被誉为中国的威尼斯 据家族的传说 随着1949年共产党军队在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的内战中向前推进 沈氏家族将贵重物品倾倒在家族大院的一口井中 那块土地后来被共产党政府征用 如今是一家国有医院的所在地 在若干年前的一次家人团聚时 一位年长的亲戚给了我一个非常具体的地点 试图说服我去挖出家庭宝藏 由于中国政府认为地下的一切都是国家财产 因此我没有同意 我的祖父是中共见证前上海著名的律师 随着共产党加强对国家的控制 他和许多富人一样 有机会逃离 但我祖父认为 逃离后有可能成为地位卑微的难民 因此感到犹豫不决 对他来说 尽管香港是上海移民的首选目的地 但却永远无法与他的家乡 当时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相比 由于相信共产党所谓党将与资产阶级成员合作建设新中国的宣传 他决定留下 我父亲从来没有原谅他父亲做出的那个灾难性的决定 认为他对党的天真信仰使我父亲失去了自己的青春 1952年 中共当局关闭了我祖父的律师事务所 把包括我父亲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妹在内的全家人 赶出了上海的三层排屋 这是中共建政前我祖父用金条购买的 我祖父带着除了我爸爸以外的所有家人回到苏州 当时10岁的我爸爸被要求留在上海读完小学 接下来的几年很艰苦 我父亲在许多亲戚之间来回穿梭 四处寻找食物和住处 他经常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一位叔叔对我父亲特别好 尽管这场革命对他并不友好 在共产党接管之前 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共产党接管了他的公司 并指派他在他曾拥有的一家工厂拉黄包车 共产党在虐待人方面堪称大师 他们的目的就是摧毁一个人最宝贵的财产 尊严和自尊 在共产党国家 作为一个拥有资本的律师家庭的子弟 父亲学会了低调做人 独立生活使他适应性强 并教会他生存 尽管如此 他的麻烦只会加剧他对父亲将全家留在中国大陆的愤怒 在上海饥饿而孤独的长大 这让我父亲害怕与周围的人建立深交 他讨厌欠任何人任何东西 只想依靠自己 同样的观点也灌输到我的身上 甚至在今天 我在受到别人帮助时仍然感到不安 直到后来 在我遇到了成为我妻子的女人之后 我才知道这种想法会使自己有多么孤立 在人生的时起时落中 如果你从不求人办事 段伟红会说 那就没有人会求你办事 你也永远不会与他人建立更深的关系 虽然我多年来一直害怕我的父亲 但现在我认为他是一个孤独的人物 独自与全世界战斗 我父亲受到歧视的阶级背景 使他无法进入中国较好的大学 相反 他被分配到上海的一所师范学院 主修中文 我父亲的个头在他那一带算是高的 超过六英尺 瞎住 六英尺相当于一米八三 她是师范学院排球队的明星 她的顽强勤奋和运动能力一定引起了我母亲的注意 她俩于1962年在这所师范学院相识 我的母亲也很有吸引力 中国女人中的高个儿 五英尺八英寸 也是一名运动员 专项是跑步 穿着单调的毛式中山装 在当时邮票大小的黑白快罩中毫无表情 但他们仍然是一对好看的夫妇 我母亲的家庭有海外关系 但她和她在中国的亲戚都躲过了迫害 我外爷来自香港附近的广东省 像许多中国南方士族一样 她的家庭也是遍布世界各地 七个兄弟姐妹先后移民到印尼 香港和美国 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 我外爷穿梭于香港和上海之间 管理她在这两个城市的企业 20世纪40年代末 她代表资方与上海牙膏厂的一位名叫江泽民的工人代表进行谈判 将最终于1989年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93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 1949年共产党接管上海时 我母亲全家搬到香港 但是在与外爷吵架后 外婆带着包括我妈在内的三个孩子回到上海 然而这对夫妇从未离婚 我外爷一直给中国汇款供养我外婆 直到外爷去世为止 我母亲的家人没有在共产党统治下受苦 1949年革命后 中国共产党利用像我母亲这样的家庭作为外汇来源 以打破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冷战贸易禁运 中共称这些家庭为爱国华侨 这是向中国国内有关当局发出的信号 要对那些留在国内的华侨亲属宽松一些 有一次 共产党请求我外爷管理中国国有石油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香港的子公司 我外婆是一个人物 她出身于沿海城市天津一个富裕家庭 年轻时很美丽 在中共建政之前 天津是中国北方的商业和贸易中心 住在上海的一座牌屋里 我母亲的家人从未失去这种舒适的生活 外婆每天早上四点起床 到附近的公园做健美操 再买一杯豆浆和一根油条当早餐 然后回家抽烟并玩纸牌 在那个年代 这对于女性来说是罕见的 在我外爷从香港寄来的汇款支持下 她一生没有工作过一天 甚至在文革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有用人 当时大批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人惨遭杀害 罪名是他们赞同诸如科学民主和自由之类的西方思想 我外婆由于受到爱国华侨光环的保护 毫发无损的躲过了这一劫 我外婆直到老年仍然很外向 并讨人喜欢 我爱周末去她家 她会把自己的芝麻磨成美味的糊状物 端上来一盘盘蒸包子 馅是肉菜混合的 这是她家乡天津的特色食品 我母亲的童年比父亲的童年幸福多了 和我外婆一样 母亲是一个和群的人 她在同学中很受欢迎 对生活持有乐观的看法 她的性格几乎与我父亲截然相反 尤其是在面临风险时 我妈妈是坦然接受 我爸爸则是回避她 我母亲后来显现出惊人的投资天分 让我的父母能够在香港和上海的房地产热潮中乘风破浪 1965年经党组织批准 我父母结婚了 党组织把他俩分配到不同的中学当教师 那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党控制着一切 你无法自己选择工作或举办婚礼的日期 在上海向明中学 我爸爸教中文和英文 他是通过听广播课程学会英语的 他还给学校的女子排球队当教练 他们定期参加上海市锦标赛 我父亲多年的小心谨慎 终于得到了回报 校党委授予他模范教师的称号 我母亲的学校离家有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车程 他教数学 深受学生喜爱 一个原因是他的勤奋 另一个原因是他善于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我的父亲是一个遇事不肯通融的人 我妈妈却较为灵活 这种素质在教数学时就派上用场了 尤其是在中国中学对课程的要求越来越高 他从学生的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 使他能够更好的指导他们找到解题方案 随着政治运动席卷学校 学生和教师以意识形态方面的过错互相攻击 他也是发出温和的声音 在群众批判会上 当一个学生被挑出来受批判时 我母亲会介入 在冲突变得过于暴力之前结束对抗 学校里没有其他老师敢于这样做 但我母亲具有的爱国华侨女儿的身份 为她给予帮助提供了一些掩护 她的举动就像是给溺水的人扔绳子一样 这是她的学生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好事 直到今天 他们仍然举行校友聚会 我母亲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二 加在两个男孩之间 我父母结婚后 我两个舅舅嘲笑我妈 选择了一个出身卑微的黑五类男人 他们从来没有让我爸忘记 他们的地位优越 并且由于外爷每月从香港会来的津贴 而有更多的钱 我的一个舅舅就是用这笔现金 买了他所在小区的第一辆摩托车 并确保让我父亲知道此事